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r.Bear焦点人物 焦点话题 网络广播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各位听众朋友 在今天这种凡是讲求速度 讲究效率 事情千变万化 而且可能是处在一种高度压力的工作环境之中 您是否也会经常对于工作中的热情 那种所谓的过热情感到顿化 倦怠感 在职场中你或许会觉得说 怎么我这么努力 怎么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自己非常难融入一种团队合作之中 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获得主管的满意 甚至连你自己都不满意 好因此导致发生各种职场上不愉快的冲突 又如果您是一个组织内部的管理者的话 对于如何带领管理好一个团队建立良好的互动沟通 与共同协助的默契 此外还得让团队们彼此关心 对于这样的任务与责任 你是否会感到哇天哪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嘛 感到莫大的压力 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不要针对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困扰已久的问题 我热爱我的工作嘛 我该如何提升工作效率 我该如何带领管理好我的团队等等 这一连串职场中所可能面临到的状况 我们到底该如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它呢 好 这个解决的方案其实是有办法的 在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是天下生活出版的副主编 陈美工小姐来帮我们介绍这本书 或许可以帮我们解决刚刚所说的一些种种的问题 你好美工 郭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吧我讲了那么多我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到底是什么书 这本书又是如何提供了什么样的方案 可以帮我们解决我刚刚所说的各种可能在职场上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呢 美工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静下来工作 那他的附书名叫做一位禅师与Google团队共同开发的气象觉知联系 哇 对 那其实这本书我觉得不是只有职场的人需要 对啊当然当然 其实所有人都需要 是是 对那我觉得他比较有趣的是作者本身 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 他应该是大概大学的时候 嗯 他其实就休学 哦 然后就去残修 嗯嗯嗯 他在那种加州的一个很有名的那种残修中心 是 去残修 是 那因为其实我不知道说 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经验 比如说你去印度做残修 是是 或者是做进修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叫做Ashram 嗯嗯 就是类似像残修中心那样子 嗯 那在那个残修中心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他可能他不需要付钱 嗯 可是呢他要做服务 OK 所以那作者呢 其实他在那个残修中心待了很久 嗯 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厨房里面 哦 是 帮忙 嗯 对 那在厨房里面呢 因为他们的残修中心其实到了假日 或者是一些就是夏天的时候 嗯 其实常常会涌入了大批的人 是 去残修 嗯 那厨房其实他就有点像那种大饭店 哦 的厨房一样 哦 要处理很多人的 对要处理很多人的那个饮食 嗯 就是 就是三餐的问题 嗯 那其实 就是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很清楚 像我们如果说自己一个人 你要准备一餐给 嗯 一家四口吃 其实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手忙脚乱 嗯嗯嗯 更何况是你可能有时候同时这样服务 两百 三百个人 是 然后厨房里面有很多人 嗯嗯 那其实他当初 他那时候就在厨房里面 其实他学到了很多经验 嗯嗯 他对他也除了在残修中心 其实做了一些那种精心冥想的练习之外 嗯嗯 对他也厨房里面也是一个修炼场 哦 其实就很像我们在职场里面 嗯嗯 或者我们在社会里面 嗯嗯 其实我们除了做自己的事情之外 我们如何跟你的周遭的人 团队合作 嗯嗯 而且是没有 就是等于说你们的合作是 没有任何的缝隙 是接轨接得很好 嗯嗯 那你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嗯嗯 其实广义的推广来看 其实你刚刚说的 不仅仅是职场 不仅仅只是家庭 事实上就是身为一个人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对 你生活中 周遭所有跟你链接 别的人事物都需要修炼 对 没错 好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把它 稍微把它聚焦一点 对 其实我想我们人啊 实际上有绝大部分的时间 是处在职场领域里面 对 所以说这本书的副标 才会说一位产生 与Google团队共同开发的 七项决志的练习 因为当然你把这个东西学好了 领悟到了 实际上你就可以转化到生活中的各个层面 对不对 好 其实你刚提到这个作者在禅修里面 身在厨房里面 的那份工作 其实是很重要一点是 为什么在厨房呢 但是就算不管在哪一个单位 做哪一项事务 其实只要是要做 那就应该要保持一种所谓的热忱 对 好 我们先说到底该如何热爱自己的工作 就是一个常常过来嘴边要热爱工作 但是怎么热爱工作 我该如何热爱工作 其实这本书其实作者对句 热爱工作事实上 他又是有一番他自己的一个阐述跟见解 对 对 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 他在厨房之后 其实他自己 等于说他离开了禅修中心之后 他自己就是企业的主管 他开了公司 所以他其实把他之前里面 他在禅修中心学到 特别是厨房那边学到的东西 就应用在他的公司的管理上 那他觉得说其实现代人 因为就是我们对于工作 就是通常很多人 工作就是 比如说类似我的经济来源 他可能就是把它当做一个 每天例行的事情 然后做到后来可能就觉得 我就是其实就是像机器人一样 日复一日的做成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如果说 你要在工作里面做得很开心 然后又可以发展你的 就是你的特专长 你的抱负的话 你应该先问说 你的内在的价值 你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 什么事情可以启发你 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做得很开心 对这很重要 人喜欢做自己高兴 有兴趣的事 对不对 先把那个东西找到 你就会有热忱了 没错 OK好 那这个关键重要 那重点是 我怎么察觉到 我自己内心渴望的 那个需要的东西 其实这里面 其实又牵涉到一个所谓的 如何做自我内在搜寻 对 对不对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一直想阐述的一种观念 就是他一直在带领如何做到搜寻内在的自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其实那个力量应该是说 别人说你要了解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你要 比如说你 就是你知道你的目标 你有可能知道说你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有可能从你现在到那个目标 其实他很遥远 或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抵达到那里 那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你需要身体力行 要不断的练习 是 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 因为像我们可能就是 应该是说现代人被受到的教育都是追求成功 可是我们没有告诉 就是比如说我们所学到的 从来很少人会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从失败中获得成功的 是因为退群里面需要创造成功的那个力量 对 那你要这样子就是走到达到成功的那一步 其实你就是要透过不断的联系 那中间可能会失败会跌倒 可是那也是一种经验 会告诉你说我知道说 我要达到那 我这样子我从这个经验之中 我知道我下一次 我如果再遇到类似的状况 或是甚至不同的状况 因为有前面的那一次经验 我可以怎么样去修正 所以练习很重要 是是 其实这种练习 所以这种所谓的创造成功 那种创造领导力的练习 其实过去我们也不少见 过去我们常见的所谓的领导力的训练 大部分讲求的是一种激励的行为 激励他人的一种行动力 然后达到一种共同的目标 但是在静下来工作这本书 作者确实从你刚刚说的 他是反向说先从自己内在内 先去寻找 找到你刚刚说的 我可能先找到 我可能对某些事情 对自己热爱的人士 我们去找到那个热情 把它找出来 然后透过一种行动力 然后去创造那一个力量出来 似乎跟过去常见的那种领导力训练 又不太一样 对不对 所以更深入的说 作者帮我们把那种 那种所谓的内在搜寻 自我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最后变成导藏 是一种所谓的正面的领导力 OK 好 但至于这正面领导力 有什么特色没有 因为似乎我们需要高度的 需要学习高度的自觉 要懂得谦卑 要学习聆听 要感同身受 对 也不能自以为专家 对 蛮复杂 美工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应该我没有办法说 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可是很多人会常常觉得 我可能在这个领域 我已经就是生根很久了 然后我经验比别人丰富 是 就是觉得 所有的事情就是我最懂 我是专家 所以就不会去倾听别人 去看别人的优点 或是从别人跟你分享的东西 去发掘新的可能性 其实这相对的就变成说 如果你就是自以为专家 你就很容易把自己 关在一个封闭的领域里面 你就不知道外面 对 你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的确 所以要有开放的心态 去就是去跟各式各样 不同的人学习 好 那谈到这边 我们就要来谈 这个作者所谈到的另外两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而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自己看到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这一两个观点 是非常的认同 但是确实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做得到了 一个就是先要找到跟自己痛苦要连结 然后同时要去观察跟倾听 再把别人的痛苦连结 当然 我觉得 察觉自己的痛苦 当然就会找到自己的不足 会找到自己 就像说了不要 把自己当成专家 因为自己一定有不足 自己有痛苦 然后转换成一种 正向力量出来 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这个力量 发挥到你周边 因为你跟其他人 你互动 对不对 相对的你要有同理心 这时候你要察觉 别人的痛苦连结 这个怎么连结 我觉得应该一开始 是跟自己的痛苦连结 是最难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不习惯 去面对自己的 不足的地方 或是你会觉得 让你觉得丢脸的事情 是 我们都会试图想要去掩盖 让别人觉得 你很好 你很棒 可是事实上 有时候你可能表现出来 别人觉得你很好 你很棒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一个 有一块 你会觉得是失落的 因为你真的 其实你有一些 不足的地方 可是你又不知道 怎么样去表达出来 或是你根本的 也不知道说 怎么去面对它 所以即使你 大家可能 就是也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一些很光鲜亮丽的人 其实他遇到了 某一个挫折的时候 他可能就因此一蹶不振 对 因为他没有办法 就是他可能某一件事情 让他发现了 原来他有这样子的落地 这样子不足的地方 可是他没有办法面对 然后突然之间就是 对 就会以另外一种 很极端的方式来面对他 OK 有的时候反而是 用一种反其道而行的 反出用力的方式 产生一种负面的力量 对 所以其实就是 我们应该要勇敢的去承认 我自己不好的地方 我不足的地方 或是我软弱的地方 然后脆弱的地方 然后让别人知道 其实没关系 因为这样子的话相对的 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其实也会适时的获得协助 的确 其实这条书里面所提到说 没有痛苦 事实上就没有意识的觉醒 对不对 真的我们要了解痛苦 了解自己的不足 然后用这个不足 来辨识说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该怎么做 才能够达到那一个 导向正念的力量 OK好 那当然这是对自己的痛苦 当然这是最难的 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 对反射出去对方的那边 你也要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承认说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有一个 就是很脆弱的一块的话 其实也会去同理到别人 他可能相对的 也会有他的痛苦所在 所以你也会慢慢的去培养 同理性 你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立场 去为他设身处地 或是同那个 就是深同感受 对去理解他 为什么可能他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那当然这原因是我们猜测的 不见得是真正的 可是你可以去体谅他 然后甚至透过这样子的体谅 很同理你可以想要去了解他 用沟通的方式知道说 为什么他做不到 或是为什么他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 他会退缩 这个是我觉得做一个管理者 他也很重要的 没错 因为你要这样子才能够知道 你的团队里面每一个人的不足 对 然后每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那你可以善用每个人不同 不同的人的优点 而不是就是都是去看别人的缺点 是不好的地方 没错 好 其实这是一种察觉 一种倾听跟察觉的力量 其实我们刚从一开始提到 那个所谓的如何自我内在搜寻 然后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倾听跟察觉别人 好 那其实这都是一种 这是就是一种修习正面的一种 领导力的一种修行 其实讲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前面刚刚讲的身体力行很重要 很重要 其实这本书 作者讲了非常多观念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本书 作者给了非常多练习的范例 对不对 其实美工 最后简单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到底该如何简单做到 简单做到 就是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想说 我要很努力拼命的去做 可是有时候你不去做的时候 不见得不好 所以在那个做与不做之间 其实你应该要知道说 怎么样从这种当中去取得平衡 然后你再做一件事 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每天 就是同时间 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那遇到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现在把列出所有事情的优先顺序 那同一个时间就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你只要能够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件事情做好了 你其实可以很有效率的把这事情做完 你接着可以做下一件事情 然后再接着做下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同时间想要把所有的事情 在这个瞬间 或是在这个一个小时之间做好 那你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简单行事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就是应该要 这个时间该做什么事情 就是做这件事情 不要把自己当成八爪 八爪 当你什么都想 什么都想要把它做好 当你什么都想把它做好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什么东西都做不好 凡是就是从最简单的单一化东西 开始身体地形做到最重要 对不对 我们过去真的或许在市场上面 接触到非常多不同的领导力的学习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 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不同的观念 其实从内在自我搜寻 开始产生只有一种正面的领导力 其实是相当有效的 透过一种不断的简单的训练的行为 引导我们跟我们自己内在进行对话 进行召唤 召唤什么 召唤出一种自己的热情 召唤出我们过去不曾面对自己的不足 召唤去感同深受别人的需求 这都是一种力量的学习 当然作者也提到说 在这个学习跟召唤的过程中 也有一些状况会发生 会有一种三个违抗召唤的心心 会是我们的阻碍跟阻力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会阻碍我们呢 或许我们来看看这本书 会给自己一些不同的领悟跟学习 因为谁人关系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天下生活出版的副主编 全美工小姐 谢谢你美工 谢谢郭大哥 好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回Mr.Big 网路广播中 再见咯 拜拜 拜拜